开启档案,curve-edit-5.prt 本题将利用画面上所示的零件来说明 在进行造型曲面的设计变更的时候 假如出现了错误的讯息的话,怎么样来解决 首先将模型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造型曲面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编辑定义edit definition 进入了造型曲面设计的模组以后 选取这条线,这条线会变红色 按键盘的delete,尝试将这条线删除 此时可以看到有警告的信号 这个曲面因为这条曲线的删除而会受到影响 我们按旋字 再按这个图示 可以发觉出现了警告的信号告诉我们说 这个曲面由于刚才把这条线条删除了 因此会让这个曲面做不出来 而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曲面它做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它的内部曲线已经不见了 我们按这个图示 以令这个曲面不再使用到刚才我们删除掉的内部曲线 再按close 再按这个图示 就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警告信号 而这个曲面它的造型也变更了 接着我们选取这条曲线 对这个曲线进行编辑 选取这个点 可以看到这条曲线原先的这个端点 它的切线向量是和这条线为相切 我们将游标靠近黄色的切线向量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natural 以令这条线 这个端点的切线向量为原始通过这三个点 所做出来的线条 它的自然的切线向量 按打勾 然后按这里进行整个曲面的计算 此时又可以看到 这个曲面产生了问题 它产生了问题的原因是因为 原先底下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为相切 所以让这个曲面跟这个曲面为相切 此时我们把这一条曲线相切的条件移除了 那这个曲面和这个曲面相切的条件就产生了问题 我们按这个图示 将这一条曲线 端点的切线向量 恢复为相切 再按Gushion 按这个图示 就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警告信号了 选取这个曲面 按住滑鼠右键 选取edit definition 可以看到这个曲面 这个地方是一个箭头 代表这个曲面跟 基准平面为互相垂直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 选取这一条线 将这一条线的端点切线向量显示在画面上 将它放大 将游标靠近切线向量 按住滑鼠右键可以看到Normal 代表这一条线在这个端点 是和基准平面为垂直 我们把它的条件设定为Nature 让这一条曲线 这个端点的切线向量 恢复为原先这两个点 所形成的曲线 它的自然切线向量 按打勾 按这个图示 让零件进行计算 此时看到了 这个曲面失败 它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原先我们设定这个曲面 是和基准平面为垂直 它之所以垂直是因为 这一条线的底下 跟这一条线的底下 接设定为跟基准平面垂直 但是我们刚才把 这一条曲线底下 跟基准平面垂直的条件移除了 所以这个曲面就没有办法 再跟基准平面为互相垂直 此时我们按这个图示 令这个曲面不再使用到 原先底下这个基准平面 当为参考几何 按Close 按这里 没有任何的警告信号 此时我们点选这个曲面 按住滑鼠右键 选取Edit Definition 可以看到这里没有箭头 代表这个曲面 不再跟基准平面互相垂直了 按打勾 按打勾 按下滑鼠左键